不過三千六百遍 看我今天變身標本製作師 為什麼要戴防毒面積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師父 我來了 寵物烏龜 龍魚 小白兔 還有動物園的石火雞 和海產店的巨人蟹 這些標本都是出自郭偉紅之手 大小動物停格在完美的那一刻 但製作過程可沒這麼美好 畢業了以後 也做過其他外面的工作 我小時候會沒有直接想說繼承的 就是這個原因 OK 所以你小時候其實會怕 也是會怕 面對形形色色的動物屍體 不害怕才怪 但偏偏我今天 就是要來挑戰淡亮極限 我好好奇其他的女主播 來做這個會怎麼樣 會怕 我是第一個敢摸蜥蜴的 我是第一個敢摸蜥蜴的人 這句一定要錄起來 剛退逼的蜥蜴屍體 摸起來濕濕黏黏 心臭味直沖鼻子裡 小郭師傅卻好像聞不到 通常你做這個小的 已經不需要戴防毒面具了 你已經 小的不用 你已經就是 習慣了 小郭師傅有沒有女朋友 有 你女朋友不會害怕嗎 會怕 他只敢看而已不敢做 他敢跟你在一起 已經很有勇氣了吧 連女朋友都不敢做的事 我也算是人之異性了 但話說這蜥蜴的臭味越來越濃 只得請出秘密武器 WOW 好了 這樣好多了 因為我剛剛一直覺得有一點 想要把早餐都吐出來的感覺 固定支架 塗上防腐膏 塞進紙黏土塑形 最後縫合 但距離標本完成 還需要三到四個月以上的固製期 我盡力了 希望解枝西翼的主人 到時候看到不會太傷心 客人的狗狗 他送來的時候狀況已經很不好了 有點算僥倖地做起來了 他就拿小時候照片說 他小時候長得那麼可愛 一直把他做成這樣 想要成為標本製作師 得要膽大心細 而且一天八九個小時 都要跟過世的動物相處在一起 小幾點動物標本 收費大概是五六千塊 大隻一點的 上碳到五六萬 所以一個月的月收入 十萬塊錢不成問題 專業標本製作 國內沒有專門喝戲膠 小郭和爸爸靠著自學摸索 幫客人留下 對寵物最鮮活的記憶 想要拜師學藝嗎 很抱歉 小郭師傅說 生意太好啦 目前只收我一個土地 退便 太陽 快熬 快熬 快熬